刚出生就先天不足的女孩身患各种疾病 必须每天服用大量的药物才能续命 当她发现了一个令她震惊的真相之后 女孩的人生彻底颠覆了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惊悚片逃跑 身怀六甲的香蕉姐终于生下了自己的孩子 但遗憾的是 由于孩子不足月 能不能活下来谁也说不好 看着保温箱里的孩子 香蕉姐是心如刀割 一晃17年过去了 作为一个残疾孩子的母亲 香蕉姐并不认为自己的孩子比别的孩子差 她含心如苦十几年 没有旅游没有约会 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 一把屎一把就要把孩子拉扯大 她对孩子的那份爱天地可见 香蕉姐和闺女小甜甜住在郊外的一幢别墅里 小甜甜生患各种疾病 皮疹 哮喘 心脏病 糖尿病 而且两条腿也毫无知觉 因此她每天需要服用很多不同的药物 虽然小甜甜在生活的很多方面不能自理 但庆幸的是她有一个深爱她的母亲 香蕉姐对闺女小甜甜的照顾 那可谓是无微不至 毫不夸张地说 除了出门办事 她从来没有离开过女儿半步 而小甜甜也是个听话的好孩子 虽然一身的病 但身残质鉴 不仅学习成绩有益 而且还是个小发明家 从她屋里的这些摆设就能看出来 小甜甜是个聪明过人爱思考的孩子 目前小甜甜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考上一所心仪的大学 她每天都在盼望着大学能给她寄来录取同志书 但遗憾的是一直都没有收到 虽然小甜甜的生活条件不算 但奇怪的是 她老妈香蕉姐从来不让她用手机 在家里上网还得在香蕉姐的监管下 也许香蕉姐认为 网上有太多不健康的东西 会玷污了自己女儿春节的心灵 母女俩就这么循规蹈矩的过着毫无波澜的日子 突然有这么一天 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 小甜甜趁着香蕉姐出去接电话的机会 打算偷几个糖果吃 她在翻购物袋的时候 发现了一瓶写了她老妈名字的药 晚上香蕉姐照例把药递给了自己的女儿 小甜甜发现其中有一种药 跟她白天看到的那瓶写的她老妈名字的药一模一样 小甜甜当时就提出了质疑 但是被香蕉姐轻而易举就糊弄过去 姜还是老的辣 对付自己这个从来没有跟外界接触过的女儿 香蕉姐还是游刃有余的 虽然小甜甜心里有些疑惑 但毕竟是自己的母亲 她最终还是把药给吃了下去 不过这件事在小甜甜的脑子里总是挥之不去 为了搞清楚这种药到底是指什么病的 她利用自己的小发明 从柜子上把药拿了下来 这次小甜甜有了新的发现 只不过里面的标签被人为的损坏了 她搞不清上面到底写了什么 晚上香蕉姐再次把药拿给了小甜甜 心存一度的小甜甜这次没有吃药 她决定把这件事查个水漏吃出 到了后半夜 趁着香蕉姐睡着 小甜甜偷偷来到一楼 打算上网查查这种药的情况 可当她打开电脑才发现 家里的WiFi被她老妈也掐断了 当小甜甜正盯着屏幕发呆的时候 她绝想不到她的老妈 正坐在阴暗的厨房里盯着她 她老妈经常去的那家药店的电话 想查查那种药的成分 可没想到对方有来电显示 马上就认出了是香蕉姐家的电话 小甜甜怕她老妈发现急忙挂断了电话 不过她很快又想出了一个办法 她胡乱拨了一个电话 请求对方帮着自己上网查查这种药的成分 对方刚开始以为小甜甜的推药源 显得非常的不耐烦 但在小甜甜的不断来救下 对方答应帮着小甜甜上网查一下 这个名叫低高心的药物 发现这种药是治疗心脏病的 但奇怪的是 这也就说明小甜甜吃的药 根本就不是治疗心脏病的低高心 为了搞清楚自己吃的到底是什么药 小甜甜趁着去镇上看电影的机会 谎称自己上汇生间 直接来到了药店 药店大使告诉小甜甜 这是一种瘦药 也是一种肌肉送吃剂 主要用于减轻阿猫阿狗 腿部疼痛的麻醉药物 小甜甜说 这玩意儿如果人吃了会怎么样 大使说那人的腿肯定会失去知觉 小甜甜一听是无比的震惊 就在这个时候 香蕉姐火急火燎的找来了 并且迅速的给小甜甜打了一针 此时的香蕉姐意识到 自己的阴谋已经快暴露了 她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跟自己的女儿解释 挨了一针的小甜甜 一直到第二天才醒来 她来到门口 发现门已经被香蕉姐给反锁了 她喊了半天 外面也没有动静 小甜甜利用工具打开锁之后 发现这门还是打不开 原来这香蕉姐早有防备 为了能逃出去 小甜甜利用自己屋里现有的工具 爬出了窗户 虽然这个过程异常的简单 但小甜甜最终还是成功了 当她坐着轮椅准备下楼的时候 发现她老妈早就把升降机的线给掐断了 不过对于一个求生欲极强的人来说 这都不叫事 虽然被摔得头破血流 但小甜甜惊喜的发现 由于她最近没有再吃那种药 她的脚居然有了一些知觉 小甜甜坐着轮椅出口家门 在公路上她遇到了经常给她家送信的邮差 小甜甜把情况简单的跟邮差说了一遍 希望邮差赶紧带自己去警察局 可就在这个时候 香蕉姐开着车刚好回来了 香蕉姐企图用苦情戏码打动邮差 让对方把小甜甜还给自己 但由于没什么说服力 邮差并没有答应 香蕉姐一看对方不吃自己这一套 于是把心一横上去就给邮差打了一阵 刚刚逃出糊口的小甜甜 就这么被香蕉姐带回了家 被锁在屋里的她开始到处下悬磨了 她首先在垃圾桶里发现了自己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这些可把小甜甜给气疯了 紧接着她在一个纸盒子里 又找到了一份死亡证明和一张简报 简报上的夫妻俩的孩子刚出生就被人给偷走了 原来当年香蕉姐生下了那个早产的孩子并没有活下来 受了刺激的香蕉姐一怒之下 就把别人的孩子给偷走了 而这个孩子正是小甜甜 为了防止东方事发 将来被小甜甜知道这件事 她采取了最极端的方法 利用药物把小甜甜困在了家里 其实小甜甜什么病都没有 从专业的角度讲 小甜甜的老妈患的是一种叫代理型梦乔森综合症的病 这种病的主要表现就是护理者会虚构和夸大别人的病症 甚至是往食物中投毒 以造成病患者病情的加重 当然除了这个原因 担心小甜甜发现真相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得知真相的小甜甜彻底崩溃了 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慈母居然是个小偷 在小甜甜的追问下 香蕉姐突然变得异常的狂躁 说我这么做全都是为了保护你 小甜甜说你可拉倒 你这全都是为了你自己 香蕉姐说咱都忘了过去吧 重新开始好不好 以后咱再也不吃药了 这个时候小甜甜看到了香蕉姐袖口的血 知道油柴已经被干掉 香蕉姐一看女儿没反应 就意识到小甜甜是不肯妥协 于是便打算给小甜甜来上一阵 彻底把小甜甜搞成个脑瘫 小甜甜一看大事不好急忙退手到了杂物间 此时她意识到 如果想逃出香蕉姐的魔罩 那就必须放大罩 她知道自己就是香蕉姐生命中的一切 因此她义无反顾的喝下了农药 香蕉姐无奈只好把小甜甜送到了医院 经过抢救 小甜甜终于转位为安了 本来香蕉姐打算把小甜甜弄回家 但是医院不同意 因为小甜甜的自杀行为 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 在彻底查清原因之前 小甜甜是不能离开医院的 香蕉姐知道 小甜甜一旦苏醒过来 那么必定会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 于是的心意恒 利用声东击西的战术 把小甜甜从医院第二次透露出来 她的盗窃行为很快就被院方给发现了 在保安的围追堵截之下 香蕉姐掏出枪 准备来个鱼死网破 但最终已经寡不敌重 中枪之后摔下电梯昏了过去 七年后 小甜甜来到监狱 探望已经瘫痪在床的香蕉姐 虽然香蕉姐耽误了她一辈子 但她始终没有忘记母亲的养育之恩的 每个月都会按时前来探望 顺利通过安检之后 小甜甜坐着轮椅来到了香蕉姐住的病房 把自己最近的情况跟香蕉姐说了说 临走时 小甜甜吐出了藏在嘴里的兽药 正是之前香蕉姐让她服用的肌肉松弛剂 亲自为老妈吃完药之后 小甜甜才放心的离开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说唐诗压经 孩子都是家中宝 出门必须要看好 平时少玩点手机 一旦丢了没地儿饶